有又昂貴一點 有又昂貴一點 最後我們就講一下華爾街日報 就是講中共對福利主義的恐懼 對重振經濟帶來困難 因為他這篇報導為何這麼重要 今天特別拿出來講 這個又引證了 其實現在中國的經濟問題 就好像其實 習近平是不見棺材不流眼淚的 等於他沒有肺炎的時候 動態清零搞到大家沒有一口好吃 大家都在那裡去上書 去和你痛塵利害 告訴你如果再去動態清零 中國經濟已經很糟糕了 其實已經遲了 中國經濟已經很糟糕了 現在最新的問題 最新的樽頸 兩次的中央工作經濟會議 一次年中 一次就去年年底 都是講那個需求不足的問題 同時全世界都知道 現在講的 中國的存款 中國人人均的儲出率 是創新高的 這件事是嚴重 導致中國內需萎縮 是 現在這篇報導 這個專題就是 中共對福利主的恐懼 令到中國想重振經濟 帶來困難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不是說過的 有些黨媒 逐一去反駁 現在坊間對中國經濟的舉措質疑 尤其他反駁一種觀點 就是不派錢的觀點 他就是不想派錢 但坊間很多人都想 中國很像西方國家一樣 就算不西方都好 亞洲很多國家都會派錢振興經濟 澳門連連派子 好又派不好又派 這個不是東西方問題 但對於習近平來說 他覺得就是東西方的問題 他覺得中國模式是優越西方 東升西降 做什麼要學西方 兩個問題 他這篇報導就是說 中國為什麼他不去採取一些積極的措施 去振興消費 或者消費驅動型的增長 去令到中國轉型 因為現在中國 如果你說三頭馬車來說 內需佔中國的經濟總量是38% 美國是60幾% 接近七成 香港也是差不多的 中國很強調一件事 它其實是一個叫做出入口 出入口頂住的 也就是說如果那些廠老大規模走的話 中國的經濟本身就已經變得很不行了 而事實上都是 我們昨天都講過 例如你說 即使最支持中國的那些坤山台商 個個其實都已經搬走人 因為美國的 做上游的美國那些牌子 要求那些廠老走 嗯 那現在呢 這個華語街日報 經常都有些消息人士爆料 他說了解北京方面的決策人士清 即是那些內部人士 中國最好 習近平 對西方消費驅動型的經濟模式 根深蒂固的思想上的反對 即是他根本上就不同意的 就覺得西方的政府 這些驅動消費 刺激消費 這些增長模式 是怎樣的 是覺得是一種浪費 即是他自己怎麼想的呢 他自己一向就覺得 經濟呢 是要打造 是做大做強的 那些工業 還有那些核心技術 即是要令到中國的工業 做到世界領先 變成技術強國 他是這樣的目標的 其實都不是那麼複雜的 講到 最簡單的一件事 在習近平心裏面 有兩條數 一條數是共產黨的數 一條數是那些韭菜的數 在習近平的角度來講 只需要理會黨的數 就行 有狗菜自己的生存方法 不需要我理 總之維穩就可以了 至於他就覺得 要堅持財政紀錄 不可以亂派錢 其實堅持三條紅線 這是中國消費萎縮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因為 三條紅線是針對內房的 但問題 你要明白一件事 針對內房 但是內房貢獻了大部分地方政府 超過一半的經濟的時候 也就是說政府花錢是靠內房 內房要減債 政府便緊縮 尤其考慮到中國的沉重 債務負擔 其實最重的 其實是那些地方政府 這也是國家機關 所以令到西方模式就出不了台 同樣 就覺得以市場為主導的重大政策 其實都是他不相信的 市場為主導本身 兩隻馬 就是馬雲 一個馬化騰 兩個都是做一些平台經濟 其實是可以鼓勵內需的 本身中國經濟的強項就是平台經濟 本身已經有一些平台 是可以鼓勵內需的 我們以前一直都在說 一件事 中國是搞黑市經濟 其實已經有的 你自己搞死它 現在是放鬆了 但是他始終都會對你有懷疑 其實是 但是你現在出口不行 製造業不行 失業率也有新高 但是你習近平呢 就好像葉榮津那樣 葉榮津說過什麼 以前是 不戰不和不守 不死不行不走 他其實是被人串 英法聯軍之役 他是兩國總統 守住在廣州那裡 你又是不打 又不知在做什麼 結果就是有這段對戀 就被人恥笑 又在扮意不食周叔 結果他被人拘捕 結果他就打敗仗 被人拘捕去印度那邊 減生餓死他 別人不是想餓死他 他自己不吃飲 其實他自己是傻的 西化那些刺激政策 又叫人保持耐性 避免仿效西方的增長模式 其實他就是反西方 他和鄧小平最明顯的分別 其實他就是私怨行頭 總之西方搞的我就不可以搞 西方搞我學他 就等於我 是從屬於他 就和我自己所鼓吹的 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就不同 其實就是私怨模 鄧小平之所以不同 鄧小平就不講東西方 不理得你黑貓白貓 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就是務實主義 因為習近平強調一樣東西是正統 是共產黨紅色江山的正統 所以他引述 有兩個內部人士 熟悉中國政府決策的人士 就說 就是習近平當時 就是在求是裏面出這篇文章 刻意安排 雖然是炒冷飯的 是二月的講話來的 但是直至到中國公佈顯示 經濟數據皮軟的數據之後 才發表 現在呢 發佈這些講話內容的時候 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回擊 國內敦促中國政府 採取更加多刺激經濟的呼聲 尤其是那些面向家庭 而不是政府項目 那些一男子財政政策的呼聲 就是說 習近平一向都覺得刺激經濟 是要靠政府推動的 尤其是政府推動最後搞些什麼呢 大幹塊上那些鐵工計 那些基建項目 是不是 不立其一支 那面向家庭是什麼呢 派錢 減稅 這兩樣東西 就是不肯做的 是不是 又或者是這樣說 你由溫家寶一直 去到李克強暴力救市道到現在 見到那個效用越來越小 因為 我在說 泵水 我們都要看那條水管 那個滲漏程度是怎樣 今時今日是玩到沒有任何效果 那時候 其實你怎樣砰都沒有用的 派錢 說真的 共產黨 你現在說的 習近平說 我不如這樣 我印400億再派出去 有多少真的落到 去基層那裏 谷起那個內需的消費 但你已經沒錢了 將來你的舊招 可以的話一早就得了 為什麼靠現在 所以其實 最後呢 最後呢 又是只有兩招 又是 經濟學家 又是熟悉中國政府想法的人士 不知道是不是 胡錫進 他說其他的選項 最可能的選項 又是那些 又是基建 政府重點項目的支出 還有 減息 放鬆銀巾 但是放鬆銀巾 沒有用 因為現在很多人不肯借 你放鬆完的人都不肯借 真的要錢那些又借不到 因為很多的企業都說明 今年的目標是要生存到 什麼叫生存到呢 就是夠交稅夠出糧就算了 老闆自己本身都不預期有錢賺 你想想 減什麼息呢 所以這一類的政策呢 其實反映了習近平的思維 更加傾向於 是令政府發揮核心作用 去促進經濟的 總之 即是中國家機器 就要掌握大權 就算促進經濟都好 那權是不可以放 坦白說 其實就是什麼都要管 但其實什麼都不懂 搞到香港都是這樣 你最好就是什麼都不要管 你現在香港都搞夜市 政府主導去搞夜市 政府去出謀獻責去搞夜市 你不本是最好的 你幹嘛要搞別人呢 現在你還要搞 帶頭搞這個 駱駝七裡面的光榮米線 這些思維就影響到 一個不學無術的 李家超有樣學樣 學完一樣 什麼都要政府推行 政府建議 官督相辦 這個就是違反了香港過往 那種繁榮的方程式 曾俊華在Facebook那裏都說過 很多時候我們不敢做事 才是真正的 就是了, 用得你生水生涼 又入起了三袖嗎? 老起就只加有幹嗎? 但是我們亦都補充 其實講這些思維 我們之前都有報導過 習近平 我們既講完三條紅線 但有趣地他不斷的 吹谷那些 國企大行 提供信用額度 走去逼這些 有財政困難的企業 強硬借錢 人家都做不到 賺不到本 問題就是不想借 你就是不肯被人消費 你就是不肯直接派錢去局消費 那其實 你不打劑這樣的強心針 就是這樣做多些事 只會製成更多浪費 是沒有分別的 明青都說了 生孩子都管 是啊 現在是要求農村生三個 你不肯生 所以有些經濟學家警告 你現在中國政府長期等待 你現在就是習近平那套 我就是要保持戰略定力 習近平很喜歡說定力 說定力就是什麼事情都不做 就是顧太福民 什麼事情都不做 中國等待的時間越長 陷入長期經濟的停滯可能性就越大 這樣會令到 就是中國 也都可能會令到中國 從一個全球增長的可靠來源 變成全球經濟的風險 我想未必 因為中國 跟全球經濟 其實那個國力都幾嚴重 其實都是 我們都說的 就是 他所國的 他自己本身 剛才說的雷蒙多 已經是幫美資大行 在爭取時間滿窩走人 所以沒有人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所以現在 總之了解北京方面的決策人士 內部人士就說 習近平呢 都是狗改不了吃屎的 他都是認為刺激經濟 所以要小心行事 不要破壞前期 控制債務 和益壓投機方面的努力 尤其是地產領域 不用想了 什麼限駕 限扣 那些不用想了 那些放辣椒 那些不用想了 其實就 那些內房力 你可以做的 就是硬要 要找外國人去收債 其實不止內房的 你香港那些 現在說什麼新世界 九龍建業那些 現在都很高負債率 那那些怎麼辦呢 所以最後 他出台的措施 都是小收收小補 效果有限 而且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信貸需求不振 幾次降息 已經刺激不到經濟 有擴張的作用 其實大家都見得清清楚楚 你還是玩這些招數 你減息減得多少 你減到零息 或者負息 或者負息 貼錢給你借錢 搞不起就搞不起 沒有信心 其實如果你要看零息的效果 應該要看日本 日圓的話 是說92年廣場協議 一直到現在都是零息 所以被人做扣扣 人們不會減息 只是貨幣上有扣扣扣 有一個作用在這裏 但不代表會放在你的實體經濟上 講到尾大家都要知道 今時今日大家背出來 中國的問題是什麼 好像三十年前的日本 那個叫資產負債表衰退 是因為債滾得太多 你是需要定期的去到清感些 你才可以繼續借下去 日本可以做的事就是強化產品質素 提振出口 然後長期捱下去 直到債務減到現在好像七七八八 你日企就可以頂得信 但問題是日本為什麼有這樣的資本去玩下去 第一就是日美關係非常之不錯 第二就是日本的廠家 日本是鼓勵海外增長 中國能否做到這兩件事 嗯 所以這篇文章最後引述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研究所主任 叫朴富滿 他不是中國人 叫Burt Hoffman 他就說 他一針見血 在擴大需求的措施來講 是模糊措施 他不會擴大需求的 他不覺得是擴大需求的問題 這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習近平的意識形態問題 他就是思想包袱的問題 他的心魔其實就是 因為他自己曾經多次說 習近平經常都說 中國不應該建設西方式的福利國家 習近平在2016年的時候說過 就是我國不是需求不足 他說 我們優先要考慮的不是需求 是應該解決有效供給能力不足的問題 就是說實質上要搞多些工廠工業 要令到中國人不要過度依賴出境購物 中國人有錢就出境購物 留在國內消費 他覺得留在國內消費 N年前已經說 習近平的經濟理念 只有一個就是要嚴禁走資 如果不是為什麼 我們在說動態清零期間 習近平最出名下的死命令是什麼 出國的人全部都撕掉他的護照 實質上我們要搞多些工廠 搞多些 made in China 中國製造 有錢就應該支持中國貨 他之前在浙江講話說過 買的要買中國貨 吃的要吃中國藥 讀的要讀中國書 什麼都要中國的 如果你這樣說 有趣 近來我看你老師 不是你老師 現在就在瘋傳 這個什麼 習近平思想 現在是出了教科書 分小學版中學版 你整國都好像他一樣這麼低能 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看齊意識 這個他講的 他說 總之中國搞多些工廠 出重多些東西 不要依賴出境消費 不要吃日本魚 要吃中國魚 對於他來說是契機 這個時候抹黑中國的核威脅 日本的核威脅 那你買中國魚 其實中國魚都不能買 因為昂貝水到處流 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分什麼日本與中國魚 很多人都已經說過 有超過一半的那些 中國加工的那些乾貨 其實不是日本魚 中國自己本身的需求應付 產量應付不到那麼多需求 總之要減少對其他國家的依賴 如果中國政府過多支持家庭 以促進消費的話 就會帶來風險 他還要在去年的《求是》雜誌裡面說 警告地方政府不要搞過頭的保障 防止國家 跌入福利主義養懶漢的陷阱 大哥啊 不是養懶人 他始終是覺得 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模式 再加上福利主義就是養懶人 其實他都是按鈕的 就算說內循環來說 你這麼喜歡說內循環 首先那些人 他的福利 覺得自己的感覺都有保障 習近平經常說 幸福感 你有幸福感才放心消費 你對退休沒有保障 你覺得對退休的前途沒有信心 不敢退休 那就沒有幸福感 你現在經常說 他經常說 他自己在藍藍治愈 在說 中國在2020年的時候 已經脫貧 已經消滅貧窮 他自己欺騙自己 你不要跟我說 李克強撥他冷水 有6億人 是一千元人民幣 一年 9億人是二千元 一個月 每月入二千元 你計算是美金 我記得是人民幣 一千元人民幣 沒月入一千元人民幣 六億人 六億人口 是一千元人民幣 九億人口 是二千元人民幣以下 習近平說 我們不可以說平均主義 小康社會 不是說平均主義 不是說 你賺多少錢 我們要說什麼 三個感覺 他要這樣洗腦 我們要獲得感 之餘 要有幸福感 還有什麼 還有幸福感 獲得感 還有安全感 其實三樣的感覺 可以自欺欺人 打飛機 叫你 還要說 你VR就可以了 國家安全 你投資在國防 你覺得國家安全 抓多一些間諜 令到你身邊安全些 不會認識你壞人 其實你都是幸福感 都是一種滅貧 他覺得是 他的小康社會是這樣的 其實說了這麼久 習近平只不過找不到一個下台街 建立一個有習近平特色的新經濟政策 沒有啊 其實就是念力滅貧 他就是念力 他等於沒有 以前我們說什麼 中南山 什麼武當山 那些 吸風飲露 屁谷 屁谷其實什麼都不用 光合作用 其實是可以的 你懂得光合作用 就等於小康社會 是吧 大家無欲無求 沒有問題 你為什麼用電腦 為什麼用Window 真是神經病 所以 習近平這樣想 中國經濟是沒有得救的 因為這就是思想包袱 簡單來說兩個字就是心魔 是吧 習近平一日不除 中國經濟就不用指意會好 就是這麼簡單 你沒辦法 他真的清洗了整個秘書系的人 你看到